你真的是太大意了 九月十号 董事会就要举行 新任董事长的选举 金慎的成败 关系着丁一夫是否连任 这个厉害关系 你不会不懂吧 我懂 他现在把分盈利资产剥离 金慎的市值 很可能会大胧失败 甚至可能挣钱 金慎就可能从一个投资的败底 成为他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费总 你放心 好在资产剥离费时费力 我一定会想办法 在这段时间之内 把这个计划给搅拌 这个话 我听你说过好几次了 可是每一次呢 你都是让他闲于翻身 更进一步 我也不太清楚 这方玉宾 本来已经要卷铺块走人离职滚蛋了 没想到怎么一步登天 突然成了丁总身边的大红人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不简单 算了 他现在有丁一副尘药 你面子上不要跟他过不去 但是你要记住 精神现在是越乱越好 绝对不能在董事会选举之前解决 明白 真的没想到 拍戏那么辛苦 你的状态还这么好 所以说心情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 我这当了几年家庭嘱咐之后 在那往镜头前一站 你感觉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浮云 年轻时候那种激情 全被点燃了 两个字太熟了 演员就是好 那么多人陪着你一起造梦 体会别样的人生 粗简的样片我看了 绝对倾国倾城 特别是断桥瘋狂那一场戏啊 那种离别的痛楚啊 实在是让我太看多了 我嫁入画家这几年也是大起大落 但冥冥之中好像 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为这个角色做准备 这么一想啊 所受的委屈也就都值得了 千万别这么伤感 千古以后才刚刚开始 以后好角色多着呢 那也得这个片子火才行啊 对了 宣传上映的事做得怎么样了 我跟丁总汇报过了 他又调来四千万宣传费 四千万啊 好久也怕巷子深啊 我们丁总在这方面是不会省钱的 这个片子呢 最好是在暑期等 只是发行平台不太好 发行方面 要是能找到安总就好了 安总 蓝天院线那个安总啊 对 安子健 他是国内电影发行的大哥 再加上他旗下的蓝天院线 覆盖了大白和中国 要是搞定了他 我们就能成功一半了 认识安总的途径不太好找啊 没关系 我也想办办 方玉斌 拒接我四次电话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 不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也不需要得到你的原谅 四次拒接 换了别人我这辈子不会再理他 可你不一样 我很珍惜展览这份情谊 你跟苏靖和好我很开心 他也很开心 但我嫉妒 我非常的嫉妒 你知道为什么 你跟他说 你要呵护他这颗少女的心 你说这话多恶心啊 但是我连说这么恶心的话 这勇气我都没有 所以我佩服你 我承认我是个胆怯的人 所以我说的心服口服 我不希望你们俩之间因为我 产生任何的瑕疵 我要说说完了 再见 袁总 感谢你 给我带来一辈子的欢乐 什么 我承认我是个胆怯的人 所以我说的心服口服 你敢录音 给我 给我 站住 站住 我报警了 过来 报警了 给我 别动 停 停 我不能不接呢 姐 喂 你们俩闹够了没有 给我出来 给我一身吧 来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你这个叫是父亲 你知道吗 杀父夺魔 说明你长大了 小妈 赶紧 少少便宜 谁是你儿子 师徒关系对不对 认不认 你的本事谁教你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道理你懂吧 你们俩和好了 没有 那就接着吵吧 哎 行 算了 我投降了 好吧 我不跟你们玩了 你俩到最后亲亲我我的 我怎么办 我一个人 行单隐之地找个地方 独自疗伤去了 我算什么呀 划不来 行了 那个事你刚刚预备说了吗 有 我怎么说呀 人家从见我开始 又吹胡子瞪眼呢 我可没法说呀 什么事 你不是要找蓝天院县的安总吗 哈维帮你搞定了 搞定了 嗯 蓝天院县要进军江南的二级城市 我们KCC给他们投了三个影 千古以后的样片我给安总看了 他说基础不错 而且还表扬你们了 说宣传做得很到位 所以安总决定 把暑期党 让给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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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总 太感谢你了 来 我请你吃饭 干吗干吗 你要吃什么随便说 吃饭吧倒不用吧 路红酒下来 好 不给 有啊 什么路红啊 没有 我给你听啊 给我 不不 给我 给我听一下 ley 怎么答应我的 给我听一下欸 给我en 给我 过来 过来 什么录音 来 丁总 方总来了 谢谢 小方来了 来 坐 喝茶 谢谢丁总 看脸色有些疲惫 你要注意休息啊 你要是累倒了 这出戏可就没人唱咯 一定注意 谢谢丁总 情况怎么样啊 跟我说一说 比预期的要好 现在啊 大部分的子公司 都找到了买家 算是进入了 正式的收购阶段 优品纺织本来是 最差的资产 可是没想到 有五六家企业在抢 一查才知道 原来它的生产线 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适合大规模的 棉纺部生产 可是话手上 他觉得太低了 非得追求什么 国际上的高端水准 所以啊 难度大了 订单少 白白浪费了产能 这个话手上啊 好大喜功 金盛集团这么好的基础 要是每一步基础都夯实 也不会有精通 一看这个情况 我马上举行了拍卖 结果的价格 比预期高出了百分之七十 好啊 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 其他的 其他的都还没什么事 最主要还有两个大变故 先说说金盛油田吧 现在啊 对这块油田感兴趣的 就只有捡苍铭了 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油田要是砸在手里 还不如当初跟他签约 对了 还有号尘影视 前五一后 初剑完成了我看 说实在的 导演和储盘确实有才 电影非常精彩 档期拍好了吗 宣传得跟得上啊 关键时候 还是袁总帮他忙 影片最终上映时期 定在了最热卖的暑期的 小元走得有些狼狈啊 我也没替他多说什么 记住这份情 我会好好地感谢他 袁总如果能听到您这一番话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嗯 天际赛马进行得非常顺利 顺利得有些可怕呀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提到警惕 毕竟有很多人 不想看到我们的成功 其实说实话丁总 我倒是希望他们尽快跳出来 这样我好赢得更痛快一些 嗯 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啊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儿 好 我这儿有上好的枸杞 过去给你拿 谢谢丁总 今天是我生日 能不能来陪我 好 怎么样 许愿了吗 为什么要许愿啊 过生日不都得许愿吗 你知不知道 许愿是偷懒的表现 偷懒 你之前许过的愿望成功得多吗 好像不太多啊 许愿自己变帅 就不如赶紧去健身房 许愿父母身体健康 就不如多回去看看他们 事实上是 我们许什么愿 就不会去做什么 因为你已经把任务交给上帝了 你怎么什么事都一套一套呢 所以啊 就算是许愿 也要许那仙哥把上帝拦住的 世界不打仗 学校不考试 老板不犯病 我什么时候犯病了 你看你看 你马上又犯病了 幽灵 快来 这里有人犯病了 行了 真羡慕你啊 天天那么开心 烦心事都是自找的 何必自己难为自己呢 说得也是 我们每天忙来忙去的 到底为了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只要你一直带着我 你不就能一直开心了 好啊 等精盛结束之后 我申请你调回上海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希望以后的每个生日 你都能陪我一起过 你都能陪我一起过 许个愿好了 方玉璧 我喜欢你 我有什么好喜欢的 整天除了工作 就是谈判 跟个机器人似的 我就喜欢机器人 小知 别逗我了 我们只是同事关系 生日愿望果然还是不能许 靠别人才能实现的愿望 成功率就更低了 对不起啊 其实也没什么对不起的 至少我说出来了 心里就舒服了 至于帮不帮我实现 那就看你了 来 帮我拍两张照 把后面的灯都带上 快点 我知道 快 快 给我拍一张 再来一张 送给你的 江州的夜色越来越美了 以后底层在江州待 有的是机会欣赏 你怎么知道我会留在这儿 我迟迟不行动 老板失去耐心了 看你来接替我了 猜对了一半 我不是来替换你的 我是来协助你的 资金到位了 为什么迟迟不动呢 金盛现在要剥离来卖 我判断进展不会太顺利 所以到时候再进场 我们不是可以拿到更低的价钱 不过你直接跟老板说 你早得被炒油鱼了 金盛的情况 你个人的情况 老板是一清二楚 你就别再打破坏了 别忘了 你可是华尔街训练出来的 金牌投手 你的魅力在于机智 果断 永不言半 可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呢 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 你觉得你能演好吗 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真要自己要什么 你不清楚了 如果你不再是老板 培养出来的金牌投手 他就像扔废纸上的 给你扔开 这就是现实 转告老板 我会立即行动 好好把状态找回来 我走了 你我要 Jesus 裤子 是吗 没必要起来 我老板 人家走 老板 人家走 接人多嘛 怎么样 都解完了吧 解完了 那小子进去不错啊 入行才几天呢 碰到这么一部好片 行了 我去说一会儿了 那个 片尾加进去 然后子夷再请查一遍啊 好 行 行了 去吧 休息去吧 好 去吧 转告老板 我会立即行动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没什么事 过来看看你 我也正好没什么事 那咱们现在去吃麻辣香锅 还是猫蟹宝 我还不饿 对了 今生的事怎么样了 咱们不是说好 私下不谈工作的吗 我有话想跟你说 等一下 喂 咱们 什么 怎么了 千古以后被偷了 气氛 怎么回事 我的电脑里面 是专着监控软件的 只要有人拷贝隐藏你的数据 都会留下记录 好 真早上一起来 公司的小黄不见了 这小子把整部电影都靠走了 他靠走电影有什么用啊 他有可能把电影卖给盗版上 那是上百万的奖金啊 电影提前流出去 昊成影视就完蛋了 你怎么确定是上百万的 你怎么确定是小黄 这小子跟着我一年多了 学东西倒挺快 但这小子心里不踏实 总想着赚个大钱 昨晚上就他一个人在机房 早上到现在电话也打不通 不是他还有谁啊 能报警吗 报了 警察已经来过 但是没发现什么线索 这会儿 警察应该去他家里了 走 去他家 说我儿子是小偷 你拿谁这么出来啊 昨天是什么了 拷贝个家里拿下来 小偷多来吃一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吧 请问 你是小黄的父亲吗 你是谁啊 我是电影的投资人 想问一下你儿子现在在哪儿 就是你爸的赢吗 我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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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儿子 跟我儿子 跟我儿子呢 二位 冷静一点 听我说 如果你们真的为了孩子好 就赶紧把他找出来 赶紧把盗板给我们 要不然你们这盗谢罪 肯定跑不了的 谁说我儿子投荣誉了啊 在电视上贴点拨链影 这哪个要钱了啊 就是啊 还什么金融投资人 吓唬谁啊你们 你们才是骗老百姓钱的 真正的小偷 我儿子偷 就该投你们这些王八蛋 你这人怎么瞒不降厉啊 不给骗子还降厉吗 我儿子 你怎么打人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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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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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谁打谁 我是谁 别别 这不可理喻 行了行了行了 别跟他们吵了 你没事吧 走 我手上 没事啊 这帮人怎么这样啊 真没事啊 没事 喂 袁总 方一斌 电影背倒怎么回事 你都知道了 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 还是人家安总告诉我的 安总都知道了 人家是电影圈的大哥 什么事不知道啊 安总说了啊 千古以后有面临被盗版的危险 不能在暑期档上映 袁总 你让他们先别着急 警方已经在第一时间 控制了局面了 人家会管你吗 你告诉我 把这片子版网上一扔 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现在好说歹说 安总答应我了 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解决问题 你知道该怎么办 二十四小时啊 不 如果在一天时间内 找不到小黄的话 安总就要把千古以后车挡了 一天的时间太短了 即使我们找到小黄 也很难保证 这个视频不被泄露出去 好 喂 小黄的父亲 先说好啊 您要是再动手 我们就真的报警了 我儿子现在已经被警察定案了 我们呢 还不想让我儿子去坐牢 你们这电影不是挤很多钱吗 这样 你们给我出四百万 我呢 让我儿子去自首 你知道你就是敲诈吗 敲诈 我就是敲诈了怎么着 你们还别报警 我儿子把这电影啊 我网上一传 估计你们赔的 连裤衩都剩不下 信不信 我看了你的名片 什么狗屁投资人哪 你们也是骗子骗钱的 你拿这么多钱 我儿子辛辛苦苦一个月 才挣几千块钱 我看我儿子做得对 就该收拾收拾 你们这群吸血鬼 哪有你这样做父亲呢 儿子出了事情 你作为父亲不拉他一把 还把他往火坑里推啊 我怎么推他了 我儿子就要坐牢了 我当父亲那跟他要这做牢钱 我只是为他好 叔叔 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 小时候我偷邻居家几个玩具 我爸差点把我打得半死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不能诬陷我 拍电影花的不是我的钱 但是人家为什么放心 把这个钱交给我呢 因为我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人家剧组的工作人员 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你知道吗 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智慧 能力和努力 让这笔钱升值 你住在这个小屋里 用这三百年前的流氓思维 麻痹你自己和你儿子 你儿子是个剪辑师 各大电影节上 都会有最佳剪辑奖 等着他 你难道不想看着他 被掌声和鲜花包围吗 你难道就想看着他 拿着这不干不惊的钱 在小旅馆里度过余生吗 作为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可是你从小教育他走捷径 坚守自盗去做盗版 你难道不羞愧吗 行了 我们长话短说吧 这钱呢 一分都不会给你们的 现在就给小黄打个电话 他只要把东西还回来 就当我们丢了个硬盘 但如果这个电影传到网上去的话 他偷到的是八千万 就足够他这辈子把老底坐穿了 我们要说一句怎么多 走吧 等一下 老头子你就别犯魂了 两位同志 我这就把他带过来 前几天 有几个人打电话给我 说他是做盗版的 让我把千古以后考出来 他就给我四百万 你听一下 是不是这个人的声音 王雨宾 下午三点我们开个会 讨论一下精神优天的事情 对 对 就是他 那个之前那个硬盘我就销毁了 现在电影就在这个硬盘里了 儿子 还是去自首吧 我陪你 我陪你 是不是还紧张啊 怎么了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硬盘拿回来了 你可千万别给他捏碎了啊 这感觉太刺激了 像坐十回过山车一样 你刚才的表演啊 是深情并茂 要不然让楚漫把你给收了 做一个堕落青年表演培训班 肯定凭你做徒子人巧 你就别笑话我了 那可都是我的血泪史啊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现在我就祈祷啊 顺风上水把我的精神卖掉啊 对了 刚才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 我忙着忘了 怎么了 我想你道歉 怎么了 我们达不了投资 准备全面收股精盛 是吗 那又怎么了 这事你应该在办公室跟我说的 因为这次呢 我们不当然是争辩进行 可能跟你做的时间还会有所阻挠 现在还剩二十四个小时 你准备好了吗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 你们这个项目付出了太多 看你难过我舍不得 所以W的收购计划 是你制定的 苏总就是苏总 不从我这打听任何消息 但是你还是那么自信 不过我觉得你们这次的投资 不会成功 放轻松 每天找我的事也太多了 这事我都能搞定 W我也不会怕 你的进宫 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对吗 二十四小时之后 我们说好了 平时不谈工作 但是你违规了 我该怎么惩罚你 别发太轻啊 烦你陪我吃饭逛街 你就剩二十四个小时了 真的不准备一下啊 其实吧 很早就想跟苏总切脱一下 但是这二十四小时呢 我什么都不会做 只会陪你玩 那你说是先吃饭 还是先逛街呢 跟我走就行 你跑慢一点 小心啊 干嘛带我来我的秘密基地啊 不过这里确实是最放心的 我看你最近一直很紧张 我突然跟你恋爱之后 我把脑子给弄丢了 你男的就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聪明 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啊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 完全是一种性别 碾压另一种性别的阴谋 一天又一天 你要是不想干就别干了 我咬你 怎么了 吓着了 有点 难道没有人这么跟你说过吗 没人敢那么跟我说 我提供你 别给我释放这种危险信号啊 让我好 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的信号吗 不要给我洗脑 我不吃这套 我尊重你的独立性 你也要尊重我的 离得开的关系 才是真正的关系的 我有时候总感觉 你是两种 一种是苏总 一种是苏静 你现在就是苏总 苏总是我生命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说实话 我当初看上你的就是苏总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 最近休息不好 老是说一会儿就行了 是因为容顶跟W的事 也是我跟你的事 其实我挺怀念那会儿 我们俩一起不过招的日子 这次你也别手下留情了 不说这个了 今天天气那么好 和我待会儿吧 没问题 没办法 还没问题 我爱你 乖 每一天都在飘啊飘啊飘 飘到一个不舍意的街角 每一都会想对我笑一笑 每一人会想关心我重要 不重要 今天好开心啊 可惜只有24个小时 到了明天 我们就是对手了 可是我并不这么理解 从明天开始 即使是在工作上 我们也可以很亲密 这么甜言蜜语 又美人机啊 你会中计吗 我会笑纳 但不会手软 这正是我想要的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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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和金盛百货的签约日期 可能要延后了 问清楚他们资金缺口有多少 跟他们说 我们的付款日期可以延后 但是签约日期一定不能变 好 方总监也不知哪儿来的传言 说咱们优品纺织的设备 出现严重的质量缺陷 买家这边 想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让他们查 你再找一批权备的专家 跟他们一起查 避免他们一面之策 好 我明白了 方总监网上有人传出了 滑手镇转移资产的证据 正面回应 荣鼎现在已经全面掌控了 金正的经营管理 一定不会让此类事情发生 老板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多突发状况 我脑袋都要炸了 放心 我心里有数 银手 孤文 是 可以吗 我的手 我真的没有想法 在我们一起ól 看得有色彩轻的情侣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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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想好吗 您的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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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们相聚江南 你可是从来都没提过 怎么突然感兴趣了 公司现在准备往华东地区发展 所以希望以金盛为基础 迈开第一步 苏总应该知道 方玉彬那边已经把金盛打散 分各个公司出售 而且进展得非常顺利 苏总现在想介入 恐怕已经太晚了吧 是啊 所以我们公司要拿出更有诱惑力的价格 如果荣鼎可以把精盛的控股权 卖给W 我们愿意出十八个亿 苏总可是大手笔啊 之前简苍明出十五个亿 您也基本接受了 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很有诚意 希望跟荣鼎可以长期合作 您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苏总可能还不知道啊 我们之所以放十五亿的合同付钱 是因为金盛资产剥离更赚钱 别说是十八个亿 就是二十个亿 我也不会同意的 其实我也是金盛的股东之一 里面的情况我也是有所了解 二十个亿价格非常理想 但根本不可能实现啊 好 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苏总还是有些分歧的 我对二十个亿还是很乐观的 那容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请说 简苍明开出了十五个亿的价格 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让您连任董事长 所以方玉斌提出拆卖精盛 您马上就同意了 拆卖精盛最后大概的价格是十八个亿左右 价钱是不好不坏了 但是至少可以让您连任董事长啊 苏总怎么突然关心起荣顶的家事了 我老了 我现在啊只想早点退休 写写字钓钓鱼 这个董事长啊 我早就想让闲咯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W就任丁总 丁总要是退休了 这荣顶的大气不就倒了 玻璃资产费时费力 W既然决定搞收购 肯定会有一些小动作 与其去冒险 还不如同意我们的价格 W入主精盛 您连任董事长 大家共赢啊 苏总啊 你的胃口太大了 你这一共赢 就共赢掉了我几个亿 说我喷奶答应 啊 没关系 W的大门随时向您敞开 哦 应该说 W随时乐意为您效劳 行 丁总 您留步吧 十八亿 苏总直接去找您了 不光是找了我 好 董事会都传了个遍 我现在的耳朵啊 都磨出老茧子喽 所以 我来问问你啊 田击赛马一切顺利 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耗尘隐士和竞争有点 嗯 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字 如果票房不错 刘田顺利出手的话 整体售价二十个亿 否则十八亿不到 这个苏静估得还真准 正好估到我的心理红线上 让你一分钱不赚 还无法拒绝 它确实不简单 丁总 嗯 你是不是 是不是动摇了 丁总你肯定不会的 是你希望我不会吧 丁总 目前一切情况 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只需要一点点时间 请您相信我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就咬住青山不放了 感谢丁总 但是 我说过时间和成本的问题 董事会现在压力很大 七月三十号 是金盛亭排的最后日期 一个月时间 肯定没问题的 好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对了 丁总 还有个事 七月有三十一天 那我就饶了你的这一天 谢谢丁总 老板 我要出去买个宵夜 你想吃什么 随便买 立军令状了 是啊 都怪你干活太慢 哪有 我都连续加班十一个通宵了 法务部那大姐 连续熬了两个通宵 装都没时间化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谁也没认出他来 给他进了个矿工 就你嘴最损 都是段子 我这不是为了哄老板开心开心吗 我出去买宵夜了 顺便给你带两坨新鲜的便便 哪有 顺便 霍玉宾和苏金 最近有没有见过面啊 喂 喂 喂 老板 我电 你怎么开心啊 是有点 因为公司的事 是不是我跟丁一副 价格的时间了 我是 你跟丁一副的事我听说了 我觉得 还在客户范围之内 能不能不要老是一副 身权在握的样子 你看你 一说到工作 气氛就紧张了 我们能不能遵守一下规则呀 遵守什么规则呀 我们能不能别装了 上班的时候互相捅刀子 下了半天在这儿你弄我弄 算什么意思呀 你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工作 是不是因为偷袭了我 心怀愧疚啊 我记得之前的你 会把我锁在宾馆里 然后去敲我的客户 会把我提出董事会 可是现在呢 你怕我受伤了 你麻烦了 你爱上我 我跟你说 我一点没受伤 我现在很开心 你开心是现在这个表情的吗 你笑一个 你开心是现在这个表情的吗 你笑一个 大不了把我打得再惨 也没关系 因为你是我唯一真实的对手 如果上天注定我要失败的话 那我希望是败在你手里 你怎么还给人上课啊 我记得好像是跟谁学的 还是免费的 我现在呢 要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收购精神 你准备好了没有 对啊 我呀 就喜欢你给我温柔的一档 我刀法很快的 真的吗 真的 刀法很快的 刀法很快的 有了这几套生产线 我们这个车间 每天就能生产出六万块的电视 也就是说 华东地区是我们的产能是最高的 没想到 这车间的硬件设施 管理水平 还是不错的 对 我们的硬件就是比较 我们的身体设施 小夏 这位先生是哪位啊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股东 你好 我是新来的股东 我叫富山 你这是叫富山 今天参观工厂 觉得它硬件设施 蛮抄贤的嘛 抄贤你个鬼 郝总 你用了什么手段 把我的公司抢走的 给我滚开 这 这麽几天就人新主子了 苏翰 不要在这儿无理取闹了 加州送讯 所有的股权 都通莫正规渠道转移 而且是爸爸的意思 爸爸的意思 你给他下了什么运魂药 他现在说话三个屁 住口 不许这么说爸爸 说他怎么了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我还打你呢 你 小子还练吗 你打架你不行 精英企业你更不行 我觉得你该干哪 回哪儿去 滚 你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走吧 苏总 苏总 你干吗 看来感觉怎么样 这儿的设施非常先进 我们尽快取得美国的订单 这样我们生产效率 就会上去了 苏基 苏基 苏豪 你干吗 别让来 苏范 你干吗 放下 放下 你们别过来 别冷静一点 都别过来 我告诉你们 江州通讯 是我外公和我妈 帮助他苏木一转一瓦 雷起来的 江州集团都有今天 有一半全靠江州通讯 我就想不通 凭什么你们 把江州通讯给卖了 不想让我到到公司 就把九字卖了是吗 卖条江州通讯 不是因为你 是为了让江州通讯 走得更远 放屁 集团走得更好 有我在集团就走不好吗 架不住你这样的人 在背后扎我刀子 我告诉你 苏基 你达到目的了 开心了 高兴了是吗 你说 不喜欢爸爸对我 牺牲信语 对你严格要求 我告诉你 不是因为爸爸不爱你 而是一个父亲 对女儿 和对我儿子的 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表达方式不同 我别扯了 你别过来 我告诉你 江州通讯我得不到 我也不让你得到 我赵成辉也不让你得到 好 我跟你一起死 这个活你扔下去 我再得不到江州集团 再送我一条命 你是聪明人 对比赵你算都明白吧 你觉得值吗 你觉得这样对得起你死去的外公 对得起你妈对你的一片苦心吗 哥 我带你去开用东西 好了 散了 散了 别开了 散了 都散了 都散了 这是我和阿静 很早以前就订好的合约 里面的所有条款 都是阿静主动提出来的 我只是负责江州集团的 经营和管理 不拥有集团的股份 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分红 也就是说 集团未来赚的每一分钱 都归缩好所有 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 我和阿静所做的一切 先做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合红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我 我对不起卓洋 合红 也对不起阿静和他妈妈 幸远让我对你们的亏欠 恐怕这辈子无法不足了 我原本最大的心愿 就是重塑江州集团 可是没想到 却让你们胸美反目 现在我变了 我最最希望的就是 你们能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只要你们同心协力 江州集团才有希望 老苏 我错过你了 老苏 对不起 博洋跟我说 对不起 要说 跟阿俊说 不用了 当初我跟妈妈 把爸爸从你们身边抢走 你们这种态度 我能理解 既然大家没有办法接纳彼此 我希望将来见面的时候 可以 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相处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王浩 你快去 苏静 苏静 还有什么事吗 之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对不起 需要我们以后别再吵架了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休息一段时间 还是去美国念书 我可以介绍几个美国不错的大学给你 看集团的需要喽 听你安排 听你这么说 我有点错了 是啊 这种新的兄妹关系 需要时间来适应的 我给你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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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不原谅我 哥 哥 谢谢 哥 哥 谢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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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方总监 尝尝我的好酒 这是石油 闻出来了 没错 这是我的勘探队 特意从土耳塞油铁 给你带回来的中东原油 尝一口滴滴香醇 亦有未尽啊 您还派了勘探队啊 怎么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这几个亿的生意 我哪敢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再说了 方总监您忙 所以没敢打扰你 你是怕我造假吧 怎么样 是不是又一次证明 跟我们容鼎合作是可信的 方总监 您觉得这个石油的成色怎么样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见原油 这又不是红酒 能看穿什么吗 但我总觉得这油里好像 对了水了 原来简总担心的是这个 这个连我都知道 石油开采有注水法 就是利用地下水 将盐层里的石油驱离出来 等开采完毕之后 再进行油水分离 这属于正常现象 方总监真是行家呀 但是你也应该清楚 这个石油的含水量 是判断一个油田寿命的重要依据 对 为此我们还写了报告 这里边都有详细的数据 那些数据啊都没问题 可是我得到一个消息 土耳塞油田是你们金盛集团 从英国人手里买的 如果油量充足 英国人为什么要买 他们肯定是判断出 这个油田储量有限 所以才出手给金盛集团的 这个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家英国企业是想转型 所以才打算卖掉手里的油田 可能是各有各的说法吧 但是我呢 费了点工夫 找到了不同时期油田的原油样本 经过化验啊 就能准确地判断出 这个油田的寿命和产量 方总监 我觉得在结果没出来之前呢 油田的谈判暂时停止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 简总 不过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尽快给出答复 没什么事先走了 老板 我在这儿 怎么好端端的 请我来这儿 我这不是发了奖金吗 吃水不让打击人 但是要先谢谢老板 最近工作那么忙 是你应得的 那也不是 干什么工作不忙啊 最怕的是忙到最好 发现全是白忙 我就特别幸运 一上来就碰到了好领导 所以今天我请客 随便点 你突然对我这么客气 我都有点怕了 老板 你不会是嫌我累赘吧 我这个人跟谁多自来熟 有时候也挺讨厌的 那你跟丁总熟吗 上次在水箱 丁总问了我的电话 后来就老是问这问那的 我知道这样特别不好 你现在肯定特别生我的气 其实呢 今天我来 是想把你调到别的部门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开除了 您和丁总都是领导 我谁也得罪不起 我今天请您过来 就是想好好跟你道个歉 如果你不能原谅我的话 我还是辞职好了 坐下 其实你说的有道理 这是我跟丁总的事 我确实是想把你调离到别的部门 但如果这样的话 我不就承认我自己有问题了吗 所以我还是决定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老板 你这算是原谅我了吗 老板 行行行啊 这下不担心了吧 以后丁总再打电话来 我就告诉他我不干了 我不是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吗 你是要我边瞎话糊弄的 童小枝 你觉得我平时做的什么事情 不能让丁总知道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对你和苏姐姐的事很关心 那你觉得我跟苏静是什么关系 你很爱苏姐姐呀 真的啊 瞎子都看得出来 苏姐姐真是个完美的女人 漂亮 有能力 有钱 还有你 除了这点 其他都可以跟丁总说 现在开心了吧 老板 老板 你真是个好老板 你才见过几个老板 我见过不少呢 我之前实习的那个老板 就特别恶心 动不动就骂人 于是他还想摸我 真的啊 那后来你怎么办呢 我鞋上他脸上了 然后呢 后来我就回学校了 也不知道那个人脸上的鞋印 现在削了没有 没有 那你得用什么样的鞋 我人生的第一双高跟鞋 鞋根都扔断了 这不会是你人生的第二双高跟鞋吧 没有没有 我现在有很多高跟鞋的 你不是要请我吃东西吗 服归宴 菜单 明海 方总监 怎么样 燕妃那儿有什么动静 哪方面的动静啊 偷电影硬盘那个小黄 我给他听了燕妃的声音 他说就是当初那个电影盗版上 这两件事情 你好好查一下 方总监 你说你在前面为了荣鼎冲锋陷阵的时候 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挖你的墙角 我这儿已经收了他方方面面的证据了 包括他和镇业诚的非法协议 我都是给他起草的 要不我们直接交给警方吧 也免了你的后顾之忧 现在还不用 他还有用 还有用 什么用 他不是爱传递消息吗 正好 我这儿有大把消息 还得靠他帮忙 讲干道书 叙叙事实真真假假 每个人并不是一无是处 只要运用得到 燕妃也会帮我们打 明白了 我跟他还有笔账没法 这笔账 从今生开始 也会从今生结束 我会凭自己的实力 把他击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勒兜卫兜博 看着你们好 或议